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北队的特技大师老帅刘大华 蒋川和刘大华这两个人的对话以往当中 应该说蒋川赢的是比较多的 应该说蒋川对付刘大华刘老师还是挺有办法的 因此在赛前我们队制定计划 当然不知道对手是谁 比赛是提前十五中抽签 制定计划就是说 毕竟刘老师这个岁数比较大 如果是要是能先手碰到他 肯定可以跟他继续纠缠斗下去 蒋川抽到这个签以后 当时我觉得还不错 但没想到刘老师这盘棋发挥的这么深勇 老当义壮 而且走得非常的完美 然后张老师我看这个向甲联赛是第十一轮到第十六轮 都是在这个赛会集中制这么一个赛是在江苏举办 您也是在赛场这个奋战 您看那个环境什么吃住 还有这个大家集中在一块比赛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就是现在联赛一共分成两种比赛的模式 一个就是主客场 就是我们所有的队伍都回到各自的队伍里边 客场就去对方的场地 主场就是在自己的省市 一般自己找一个酒店或在祈愿里边 来迎战接待对方的队伍 其中有三站 第一站是在深圳 第二站是在江苏的江音市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江音市的三家巷金陵酒店 那就是全部的棋手都在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地方 但是环境非常好 酒店安排的也不错 特别是赛场非常明亮 大厅也非常贺量 值得提出的是江音这个骑鞋 也是江音是少儿艺术学校的老师 游药老师为赛场 为整个赛会制提供了很多帮助 因为当地情况比较熟悉 来组织当地的方方面面 对 所有的骑手聚集在一起 而且都是顶尖的一个骑手 对 所以说少不了当地骑友 这个轻易工作者的热心支持 才能使这个象甲这个新火不断地传承下去 因为这个赛会制 因为所有的队员都到了一个地方 包括这个吃 住 行 这很多具体的事情 还有这个比赛的赛场 还有这个服务等等 也很操心的 对 举办方压力也是挺大的 对 那整体来看 大家还是觉得不错的 这个江苏江音这个地方也比较富饶 环境也很好 云与之乡 而且酒店也是为了迎接这个象甲 也是做了很多细致周到的工作 那么刘老师对阵蒋川 他就采用了马七斤六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队 在赛会制11轮到第16轮的时候 整体上来看 前面几轮下的比较好 后边就是连着遭到败仗 特别是对江苏两轮下的不好 其中就是以1比5残败江苏队 按说江苏队整体的得分来看 应该是在形势比较靠后的队伍 应该说大家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 那么到了第15轮的时候 这个蒋川作为我们北京队的主力 他也求手心比较强 因为队伍下的那两轮 没得着分太着急 但是光着急不行 你这个招还得跟上 主要这盘也是 刘老师他是一亿待老 他就等着你来进攻 来急于求成 然后我来一个反击 马八进气 左马盘河最近也很流行 狙击 走到这个局面 黑帮走狙击 是最近两三年非常流行的开局 他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以盘河马来威胁鸿鞠 为战术意图 继续贯彻 加强前沿的战地的火力 来加强一个鞠的实力 针对这个走法 大家有很多种攻防 那么最著名的还是走兵武衣 重中兵 对 前不久 孙永征出现了一些新招 把王天一杀败了 走得也非常精彩 此外还有很多简化的 就是稳健的走法 就像许云川他们 就是走狙二平四最多 狙二平四 你马来威胁鞠登 还有什么 先把鞠八金一还有选择 鞠八金一他炮五平四 对 鞠八金一这个变化也挺复杂 炮五平四 对 他就不让你对居 你招马他用马来威胁鞋 先手他将来登兵 对 用马来威胁鞋 这样吃敌室 对 寻川比较喜欢这个走法 这个战线比较长 双方在阵地站 这个也是当前一个比较热门的走法 那炮八金一 炮八金一就简化了 那他就登掉 他飞 然后再举八金一 你要是炮八平七 他也炮八平七 打你 对 这个棋就说的 狙二平四炮八金一就太稳了 那蒋川针对这个变化 他选择了一个炮八金三 这个变化 对 这个左炮金三实际上是一个较为 怎么定性呢 唐南你来给大家说说你的理解 我的理解 我待会再说 就是张老师 我觉得这个浸泡 首先这步棋 本身就是一个很少见的走法 一般大家浸泡都会炮八金四 炮八金四这个打中兵的棋 然后他居平六 那也很复杂 对 他这个炮八金三 首先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第一 可能就是想要强行 使黑方这个六路马要动一些 还有因为他有过冰的棋 而且他有打中兵的棋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如果我以前没有下过这棋 我觉得这步棋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高深莫测 对 很高深莫测的一个走法 对 因为黑方很纠结 我现在因为黑方一般都是想过棋足的 但是这步棋走完以后 我觉得要吓着我了 这个棋足敢不敢过呢 对 您觉得呢 这个机制 就是我们先说这个炮八金三的这个性质 就是我们下棋人要会分析 炮八金三比较清零飘逸 他那个就是说的虚打 这个进马 他进炮啊 他不像那个兵过河了 是 实打 他先对你有一种威胁 他是在心理上的威胁呢 是更大 所以这种棋呢 在早期的效果呢 是特别的好 就是黑方的往往脆不及防 他呢 没有过多的准备 给他的压力呢 比较大 是 那这个棋呢 因为像假的已经出现了棋盘 那么作为黑方来讲呢 他一定是找到了比较可靠的防御的变化呢 那他针对你这炮八金三呢 他就不那么畏惧了 对 那么从他这个棋的性质 我们刚才说 他首先是一个清零 飘逸的走法 是啊 就是 他的性质呢 是趋向稳健 这个很稳健吗 我觉得当时走完看这个棋 老师我就觉得这个棋肯定很凶悍的一模式 这个棋最终的这个走法呢 他就是一个稳健的这个走法 这样 对 但这个棋呢 就是说如果红方不稳了 怎么办 那就是红方这个棋呢 不一定杀得过黑方 这样 我们从这个后边的棋局的变化来验证啊 因为这个棋 我觉得可能这个刘老师又给蒋川上了一个很好的课 这盘棋呢 就是走完以后呢 对这个炮八金三的攻法呢 就是说大家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或者说除非又找到更好的办法 还要谨慎一些 嗯 这其实是什么呢 炮八金三呢 其实他这个构思本身是非常好的 对 他是想把这个马赶离 你这个走这个躲开你就上大了 对 那人马是平六 你就占优了 就是这么想 或者人家炮五平六也可以 你这个马就没有意义了 对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一定是迎难而上 你逼我走 我偏偏不走 还是要强行过租 对 那红方在洞区也没有意义 因为黑方可以拱啊 对 那红方这个时候 就说逼自己走不上了 现在他走炮五金四 对啊 他这个巡核炮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炮八金五有一个带中炮的好奇 对 那黑方马上进一趟 这样只能换掉 对 那红方 红方的意图是戴江把这个中区 杀到中这儿去了 然后这个不是有机会拱三兵吗 但是这个旗呢 就是恰恰是这样 当你杀到这个中兵以后呢 你中路是空 你也来不及拱 对 所以他这个金炮 他正好有个环中炮 对 这个旗老式的走法 他都是什么炮五平 这个旗都亏 因为他巨无评自己 将他强行持一个子 你将来拱我呢 我就马蹭退伍 对 毕竟先多个子 对 这个旗呢 就是感觉 那黑帮也就补一首试 对 黑帮补试 黑帮湿漏进五 对 这个试的方向是对的 对 因为这边 十四进五 这边吃 对 就平击找吃兵了 这个旗我们为什么说 国会的定义成稳健的走法呢 就是红方按理来讲 他争得这个一将 一扣农炮 这个东西也安全了 对 兵就可以吃到手 他不就可以稳健的把它吃了吗 这样 对 这个是红方原本的思路 原本的思路 这个旗是最正确的 正常的思路 就是红方形容多兵 是稳功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个旗为什么 这个红方不去拱兵吃呢 拱兵吃 是不是怕也怕黑帮这个患子什么的 对 黑帮呢 他就是可以把你 他不愿意 我这个炮好不容易走到中炮 他吃掉 然后兵种也不好了 对 然后他继续吃掉 然后黑帮再马六级七 对 这个旗呢 就变成啊 红方多两个兵 但是兵种弱 对 红方要想进一步取胜呢 难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旗 比如说你马七级六吧 人家就拱一平四捉你 你要是马六级七 你在登呢 人家这个 这还有进居桌 对 进居这个桌的这个手段 对 这还有小心 这对居以后对了 居八进七还有 对 所以说这个旗呢 红方还不能马六级七 他可能就得马六级四 马六级四带着先走吧 对 他马六级四 你捉 他也是进居桌 对 进居桌 他也是进居桌 那你这时候可以对居 对居 他对掉 对 飞掉 让黑方再交进去住 好 这样子 黑方虽然少俩兵 黑方呢 尽管呢 委屈一点 形势差一点 反正你跳中 跳边都差不多吧 反正这个旗 你不好赢我 你不就多一个中兵吗 对 所以说这个旗 最终的变化呢 就是正常的变化 是变成红方略好一点点 但是可能赢的难度很大 马七级七圈 你可能还得居桌 你平常对居 对居就是形成 马四个兵队炮三个族 那赢不了 最多是马双兵嘛 对 你胜不下三个兵 所以这个旗啊 原来这个金炮 是稳健的一个思路 但是呢 这个 如果你对这个旗理解的有偏差 你就出问题了 那蒋川就出了什么问题呢 是啊 他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旗是稳健的走法 他把稳健的招法呢 走成凶悍的了 那他走什么呢 走居五平四 是啊 我本来有个中炮 我好不容易架用中炮了 那你现在发现什么呢 就是洪方啊 就是在部居队案犯了什么错误呢 就是第一个二路居走的太多 的确是 G2金6 然后G2平5 G5平4 待会还得动呢 是 当然我们看队局当中啊 黑洪方这个居还得动 是 还有一个什么错误呢 洪方啊 等于这个三路线不理 强行去捉马 是 他呢 太一厢情愿了 因为这个中路啊 洪方很薄弱啊 你看这个中炮立在这 人家两个居都出动了 不过我当时想 你这暂时对我这中炮 没有威胁吗 对 看到这个话 局面的时候觉得 还挺不错的 但实际上呢 感觉也是先手 嗯 这以后出局也是先手 对 但实际上这个道理呢 并不是这样 是 这个其实就等于是 作为洪方来讲呢 这个形式呢 就是 也是很 好 就说的 很危险 属于险中求胜 的确 他等于洪方没有 像我们刚才所说 他脱离了那个稳健的思路 他想去搏杀去了 对 可能现在感觉没什么 看实战的话 的确 对 的确很乱 对 黑方是 这部很 很精妙 G8金4 对 这个也 就是可以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后 我用马路进武一登 然后我G8平武一吃 对 我有这么一个手段 就是你来不及去 因为马路进武很厉害 对 然后也来不及去出居 那么洪方呢 就赶快补 对 赶紧补齐 这个兵啊 他就特别希望什么呢 他特别希望你这个族啊 什么 拱我 或者 或者还有一个希望 就是马六进巴 这是一个诱惑 马六进巴以后呢 他兵武精英 这个旗呢 就是人啊 起初啊 都是这个思路 对啊 先吃一个 黑方吃个点 然后洪方拒 马里出 然后他那个炮呢 他就炮了瓶子 对 炮了瓶子 然后洪方G8金3一掌 这么长 下部旗要G8瓶子 过了一局 去杀你 而且这个兵器来 可以吃掉 这个旗变成什么呢 黑方多一个子 但是呢 这个子的位置啊 都比较凌乱 特别要面对洪方 这个中炮的威胁呢 要忙于应付 是 所以说这个旗 洪方的这个优势呢 就是比较明显 黑方也不愿意 这个多个子 但是整体来讲 对 很危险 这形势 那他这个旗 洪方 他希望这个这么走 对 但是走到这儿呢 洪方兵武级 他实战才一忙 实战也是 他走到这儿呢 就是黑方呢 这个时候通过 精心的这个 审局和研究呢 他走了一招 出人意料的招法 对 他走了一招 抛尔记 打局 这么打局 对 这个旗呢 应该说 回味起来呢 是非常精妙的 那他到底 精妙在哪里呢 好 稍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精彩的对局 那么黑方呢 走了一个抛尔记 他的最初的战术意图呢 就是想把洪方这个内居啊 引离 内道 对 这个打局感觉挺怪的 引不起 这不是这样好几次平时 能吃兵吗 这个肯定是第一感 就是想 这个吃兵还是先手 吃兵呢 他就是让你去吃这个炮 你把炮吃了吧 道路引开 吃掉 吃了以后 他足利平五线一拱 来吃你 这样子 吃掉 这个吃中炮是先手 对 你炮还得躲 这个炮进一步呢 他局平四站累 局平四站累 下部准备马八进六 卧槽 这个跳马太厉害了 那洪方还得被迫走这个 人家把这个马蹬掉 这个黑方 这算度很深远 现在才吃掉 等于呢 双方大子一样 但是黑方这个中族过河了 对 黑方心是很满意 所谓红方来讲 这个棋不值 反而这个红方不太好了 对 所以这个炮尔兹一打 他局平七吃呢 不行 对 这反而不能吃兵 对 感觉很郁闷 感觉这个棋 他这个实战 他也就是局四站二 先躲开 对 局四站二呢 他还是想继续保持这个威胁 对 后来赛后呢 这个我们队的 这个北京威海队的 这个金波大师 他提出 他说这个棋红方只能局四退三 好先 他自己下过一排 这么守住 他跟那个王斌下过一排 这个局退回来呢 就是相对来讲 比吃足呢 要安全的多 对 吃足呢 这个棋子就是说 也是红方 反正主要防守不让他平兵 对 这个棋子就是说 及时醒悟吧 对 就等于黑方呢 如果这反击比较强烈 我呢 这个胳膊已经伸出队 想打人了 一看打不动 我再收回来 然后再待机行事 如果你这么蹬呢 他才具有什么 这个棋还有一些变化 还比较复杂 对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走什么 走抛肤金以后 他走了个拘损金二 这个讲话就是 一再这个沉醉 沉醉在这个攻势当中 他还是希望 他进把灯 他出居 对 他出居 对 但是黑方呢 又走得很精巧 柳老师呢 应该说这个非常敬业 今年已经63岁了 对 这个依然的这个奋战在向甲上 第一线 对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 我没有跟刘老师交流 他是不是想那个 跟那个追洪荣华 胡老师这个记录 因为胡老师去年 他今年向甲没有上 来自上海的这个 齐滩总司令 洪荣华 他去年向甲 升率还非常不错 他还下了几盘 那看来刘老师这个决心 是不是也想有于追赶69的 这个向甲最高纪录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有这个趋势 对 刘老师他现在下期 一直非常的好 但是有的时候又有漏步 他前两天 这个对徐云川那般起 这个徐云川呢 可能花了时间也几个 应该是时间紧张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些吃亏的 对 但是刘老师他 也是东方电脑这个称呼 所以我觉得他 他现在这个布局下来 还是非常的好 对 柳大华这个 最主要对齐亥很敬业的 这个柳大华 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东方电脑 创造了这个盲目记录 对 这个并且呢 被这个著名的这个 小说家池利呢 给他写入了这个小说 因为池利这个 他本身也是武汉的这个市民 对 他就把柳大华 这个盲目的这些事情 就写入他这个小说了 现代文学的这个小说 柳大华这个 这个在全国这个知名度呢 因为他可能也确实提前研究的比较到位 他一打他逃拘 然后他又一打 炮他 对 推炮又一打 这个棋呢 想说应该赶快把拘还是收回来 他是走的拘次退二 对 他退回来 然后人家这个时候放开了去进攻了 对 出席心意 他可能也就是想忽略了黑帮这些杀法 因为他一直想居四平三嘛 正好把兵吃回来 对 什么时候下兵 我什么时候有过居四平三 所以他可能不太肯这个局回到足林 对 所以 回到足林 因为人家马八基金居四平八 就不再是先手了 对 这个棋可能蒋川呢 对 事前呢 可能他们又很关注 这个赛后呢 这个有些正好我碰到赵欣欣了 赵欣说呢 是 蒋川怎么这个棋他不太了解呢 是吗 说他 对他说他怎么这么大意呢 这个赵欣欣反正跟我这个聊天的意思呢 就说 对 蒋川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是 这可能 真是就说再高的水平啊 你有时一个概念错了 就可能导致啊 全盘败倍 是 这个棋洪方呢 就说 即时醒悟 还不至于落败 就是赶快呀 这个跳 当然与初衷啊 他想去进取的这个思路 是被导致吃了 但是 从棋上来看呢 还这么像 还 还不是说 对 拱掉 你吃掉我就退居 就说你吃病 我像都不要吃了 赶快聚散退散 赶紧聚散退散 因为你打我的时候 将来我还有个先手嘛 对吧 就说 所以说这个棋 就说他赶快去求稳 对 还不至于输 你吃兵 我军队就把你吃了 我占不到便宜 我不行 我撤了 对 以后赶紧把相补起来 我这个撤退了 我这个 但是呢 这个下棋啊 都是人争一口气 对啊 尤其是先手棋 他走到这儿呢 他不肯 他肯定看到马上进我这个棋 反正我也能够稳住 对 但是呢 我起初呢 我不是想跟你求稳的 我是想 来进攻的 对 尤其是这个 正是双方这种啊 对 真尖顿 麦麻 两个人互不相让 才出现了这个精彩的故事 我们看 怎么精彩啊 后来 后来就是 他杀一将 对 他落势 15推6 对 15推6 然后他吃掉 吃掉 这时候是一个 一狙就强行 吃中炮 他黑方炮 炮了平溪走得漂亮 对 炮了平溪 一下把这个狙扣住了 虹方这个旗啊 一下 这个坏了 虹方虽然多 这个 一个子 但是这个 整体这个很痛苦 这两个狙都 对 处于这个很差的一个位 他只能飞向 对 他防止这个马八金六 黑方下足 对 就是变成了什么呢 虹方大字尽管不少 但是由于 黑方的子力太集中了 黑方形成了这个 非常凶悍的攻势 他比如马八金六 他必须得防他 对 那人又一个回马金枪 对 这个走得都 马八退心一回来 对 主要这个 他中兵都不敢跑了 因为还打 还有炮五 炮五瓶八 炮五瓶八这个手段 你冲兵的炮五瓶八 对 以后底下将军 你觉得没让他炮七瓶八 双打 对 他还赶紧 就这个狙出的太慢了 这两年黑方 一马七就一蹬出来 等于黑方 你放眼一看去 全是骑 这天地炮 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威胁 主要这个 黑方这个马太后 虹方终于把狙量出来 他是先走了 炮七瓶八了吧 对 然后这时候 他炮七瓶八 这个 现在就是要抽狙 一将 马五瓶六 对 现在 就是说你不理 他要炮八 金八一将 马五瓶六一将 把你这个顶狙抽了 对 所以虹方很无奈 他的狙三瓶二的先 这个狙 就只能去跟炮 对 跟炮 这期本来黑方 最直观的就是马五瓶六 也可以锁定 直接跳马 对 跟这个实战的结果 是差不多的 但实战呢 这个黑方走得更好 等于不仅 马五瓶六走到了 对 还有多了 吃了一个像 对 马五瓶七一登 对 就是呢 虹方呢 由于这个布局的计划 失策 对 他当时呢 没有忽略了 黑方七瓶八平五以后 这个四子联工 对 包括四个大子 加一个组 出子都特别快 就是黑方这个 都是进入了 这个攻击阵地了 这个两个炮齐名 对 这种跳马江怎么办 跳马江 你巡河鞠肯定不行 因为他挂一江 他炮八平四 对 这五江 你还得知识 这很危险 知识 他就 他的指数 局一片都可以 对 你这鞠就死了 所以他得跟这 对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一江我出降 对 你不能炮八平四 我有鞠领兵我吃炮 对 你也不能知识 这好鞠二退一吃炮 对 这好知不了鞠 对 黑方就是 又回马 走得很轻巧 然后他也只能退局捉马 这番区 由于黑方的精彩表演 最终也被组委会 评为了第15轮的最佳队局 最佳队局 对 因为确实黑方走得很漂亮 这个战术也很精准 现在还是面临着 马轮军期一将 炮八平四一将 对 这没有办法防了 怎么办 如果你马七七六的话 跳马 跳马也是跳一将 其实人家都不用将了 就完全吃掉也行 这样 就鞠平二 出鞠 对 你怎么想 他下风 炮八平五 双炮 锤 这一只出将 一只有瓶炮将的旗 然后这个族也别人挡不住 因为你这个鞠死了 这个鞠永远跟炮 老将出不来 一出来就啪瓶子将 缺相又啪炮 这个族 所以说这个旗 就是黑方 如果对马的话 就这么简单 就是可以取胜了 所以红方也很无奈 这个蒋川 这个旗后来就是 还得这么紧急跟上 那等于黑方 现在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 黑方又走了 又妙手 是吗 这旗 这旗就太精彩 对 看到红方 这个缺相以后 黑方呢 把中炮直接拆开 来打这个局 就是准备硬下底炮 这旗 这个眼睁睁地看 这个炮也不能吃 你不能吃炮 吃炮就 过一将 鞠平四 肇死 对 所以说这个旗 红方也不能躲鞠了 躲鞠 它一将 炮八平七再扣住 对 鞠二平三的话 就一将 炮八平七 红方很无奈 只能居住尖二 去鞠换两个式 加一个马 它不换也不行 不换也睁睁看着 跳马精 它把它吃掉 对 然后 对 这样 对 然后它 炮平八 对 鞠二平二 这个 这个棋盘比较敏感 对 炮平八 鞠六平二 然后吃掉 然后鞠二平四 上降 这个经过患子也没办法 对 它不能吃鞠 吃鞠因为这是杀棋 它借记降丽 可以握死 对 一将一吃 这还是有握草码 这通过这个转换 暂时红方安全了 对 但是由于它缺相 这些黑方还是有天机炮这个攻势 主要有天机炮 否则这个鞠 其实它能吃回来 这个没办法 叫一将 它进将 将 然后平鞠捉炮 这也是没有办法 出降的话 一对鞠 对 它下降 对了鞠 也是力胜残局 黑方呢 既希望这个马呢 能够有所攻击 但是也无奈了 对 这几步骑红了 黑方就走得很稳 黑方也不着急 一将 它就进去 它只能再回来 对 它只能再回来 那黑方简单拒二平四 对 拒二平四就行 守住了 红方 对 红方也没办法 继续跳进去 黑方平兵 对 那走到这儿呢 这个 是啊 它就进去捉炮 这几步 黑方 黑方也就是比较稳 对 它一出帅 最后 组里平五 一把相一尺 那这个棋呢 下部要拒二平四一将 这个点二路 点二路 形成这个绝杀之士 那么这个棋呢 最终是这个 以 黑方这个 刘德华老师呢 战胜这个奖分而告终 那奖创呢 按说这个 最近状态还是不错 它向脚当中呢 这盘棋之前 竟转了五盘 是啊 但这盘棋呢 这一书呢 就是自己的声率 也有所下降 应该说 主要是中了对方 这个埋伏 对 刘老师下的很精彩 好 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嗯 咱们再见